说到偶像组合SNH48总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,这次的第一名则是李懿彤,他以40万2040.40票数成为了第一名,创造了SNH48有史以来最高成绩,但很多网友都是没有想到,他的粉丝集资又超过1100万元,可见李懿彤他的人气到底有多高了?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,把他拿来和郑静一对比,而郑静一当年的票数则是27万7781.3,同样也是很高,不过目前来看SNH48成人之中,发展的最好的就是郑静一,他第一部作品就是和关小彤他当初演了九州天空之城,剧中他出演了女二号水飞双超白脱俗,让人很喜欢, 接着又是仙缘见之汉之云,这部作品他又出演了温柔晚月的蓝眼,还有任谢长安,云西专等作品摆响都是很不错,而没有播出的新白娘子传奇,游泳先生,幸福一双翅膀等作品微波就火了,李懿彤作品比较少,不过也算是很不错了, 比如说念习之星图璀璨,万能图书馆,蒙基石神等,除了他们两人之外,黄秦亭在主客中人气也是很高,这次他的票数,就已经为之第二位了,不过发展的最好的就是郑静一,他这运气的确很不错,因为四千年第一美女这个称呼,让他一夜之间走红,备受大家关注, 虽然他也因此被不少网友吐槽,可他还是发展的不错了,郑静一他的新白,娘子传奇正在热拍中,不知道等播出后这晚上会如何,不知道大家最喜欢SNH48之中,哪一个成员了?